天明 明 明 跟你们说个好消息 我空军第六大队 自入驻贵阳青镇机场以来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已经完成了各项科目的训练 可以参战了 太好了 我们围剿红军又多了一把空中的利剑 其后我们一定要派好飞机侦察 委员长还是很相信飞机侦察的情报呢 眼见为实嘛 好 喝茶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 王家列在同次布置了一个团 楼山关布置了两个团 遵义还有两个团 一共是五个团 我们以一三军团十个团 将来一共是五个团 然后再一起去 做三军团 可用一种托儿 我不能做三军团 这次公司的禁止 老百姓 好 我还有这次回想 白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少都有些情绪 我们现在每天行军的路程 是平时的两倍甚至三倍 但是记住 这就是我们的代价 我们必须激动灵活 运动起来 才有可能牵住蒋介石的牛鼻子 化被动为主动 找到好的战机呀 至于这一点 我们还是要做下面战事的工作呀 好 这样 老总 衣军团的工作你去做 至于彭德怀那里 我亲自去 你去做什么очки 你是有什么时候 我煮的 但是就要快装 拿着 头头 天 都没变 我说 看到 Fee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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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站上 军队长 政委 刚得到游击队送来的情报 通子仙成立 本来是一个团的前军助手 今天上午 那个团长带着主力 到北边松坎去了 他们现在只有两个脸了 我想可能是九军团 在北边发起的洋洞起作用了 敌人误以为我们 要从川东南去向西 这么说 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 一三军团的动向 三军团还没有染到 打不打 就这么两盆小菜 还用得着等三军团吗 这可是天赐良机 打 好 马上进攻 有 小军团 来 来 来 从左楼进攻比较稳妥一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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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鹏 荣任同志 彭军团长 咱们没有等到你们三军团到来 就率先打下了童子县 吃了毒食 你们可别怪咱们呀 有什么可怪的 这又不是吃酒席 来 快请 我说啊 有没有水啊 有的是 管够 渴死我了 陆珍同志 你们一军团率先打下了童子 我们一来到这儿呢 就有地方吃饭睡觉 这坐享其成手之有愧呀 这话说的 明天你们三军团可是主力 咱们今天正好有时间 让战士们好好吃个饭 睡个觉 养族精神 打个胜仗 太好了 老方 明天可是你们三军团唱主角了 明天我们守童子 你们去打楼山关 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你放心吧 我们都计划好了 你们啊 只需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就行 一个团 我跟你说 你过来 好 来 楼山关 这儿 你们这一个团的兵力啊 从楼山关的左侧 迂回至石探关 再绕到楼山关的南侧 去攻击板桥镇之地 断敌人的后路 怎么样 不困难吧 好 好 来 彭军团长 坐坐坐 正好咱们两个军团都在这儿 好好研究明天怎么打这场仗 对 好 坐坐 来来来坐坐坐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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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跟上 原地在没有 报告 团长 之前来报告 警察快到了 抢战有力必行 准备战斗 走 走 做好准备 打 叶皇 叶皇 稳住 稳住 快 放下一个牌 把阻击 回山上 防守阵地 防守阵地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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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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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过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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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好啊 你小子这招打得不错呀 又打走了前军一个团 军团长 我觉得敌人并不是溃败 而是主动撤退的 他们是想撤到这儿 楼山关利用那儿的险峻地形 和预先布置好的攻势 再对咱们进行反攻 行啊 有掌进 你的判断很正确 下面有邓平同志 为我们布置作战计划 好 刚从三个俘虏口中 得到准确的警报 退回庐山关关口的 是刘鹤明的第六团 关口南面五里处的黑神庙 有贤军第十团接应 贤军的指挥所呢 就设在这个黑神庙 指挥官是一个叫 杜兆华的旅长 此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关口南面 二十多里处的板桥镇 是敌军第十五团的驻守地 十五团呢 是一个预备队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 做如下调整 十三团 到 从正面进攻楼山关 是 十二团 到 从后面接应 是 你们游击队带路 十团 十一团 从南西口右侧山路 进行迂回包抄 攻击楼山关南面的 黑神庙板桥之底 军委干部团 做总预备队 好 同志们 等待我们的会是一场硬仗 现在我们没有退路 敌人想倚仗楼山关的 险要地形 富与顽抗 但是我们有四个团 再加上干部团 还有一军团的第一团 我们有六个团 六个团打三个团 没有失败的理由 所以天黑之前 必须拿下楼山关关口 明白吗 明白 出发 是 快 同志们小心 来 下把劲 走到敌人前头 小心 小达同志 照这个速度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 楼山关南面的 黑神庙和板桥镇呢 我们要从大楼山的西边 要一个大权 最快也要明天中午 才能到达黑神庙 到达板桥 可能也要明天下午 跟上 后面的跟上 快走快走 快 跟上 注意隐蔽 火力侦察 探一下敌人的火力点 火力侦察 是 命令部队 发动强攻 是 是 是 彭雪峰 我告诉你 老鹏 你再这样我唯你识问 是 老鹏 朱老总 你怎么来了 什么情况了 来来来 进屋梳 朱老总 你看 楼山关地势险恶 一手难攻 我们相攻了很多次 实在是打不下来呀 地势很逗巧啊 别着急 我想想办法 对了 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老乡 他叫黄老伯 黄老伯 你熟悉这里的情况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黄老伯 这除了川前公路 还有没有其他的路 可以到楼山关上请 有啊 北边就有一条毛狗小路 什么 董雪峰 怎么侦察呢 报告 我们的侦察员 确实没有发现那种路 你 不是 首长 这事不怪他们 那是一条悬崖路 要爬很高的一段悬崖 我们当地的老乡 好多人都不知道了 从那儿可以绕到 关口的尖刀山 一下子就能戳到 关口上面 侯家军的后几两骨了 我们每年都要到那里挖药 老伯 你看 能不能在这张图上 把那条路给我们画出来啊 对 老伯 来 画出来吧 对啊 我 我不会画呀 这样好不好 如果你们能信得过我 我来给你们带路怎么样 好啊 好啊 我们当然信得过呀 行 如果这样的话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 不用谢 不用谢 你们红军队我们干人这么好 我们为你们出点力 那是应该的 什么时候可以走啊 军情危机 马上就出发 是 要得要得 别着急 你 你们来看 我们重新部署一下 你们看 是这样 我们派一支部队 在敌人正面 阳攻 再派一支部队 让黄老伯带着你们 去攻占点金山 大尖山 虽然山崖陡峭 克服困难 不管付出任何代价 一定要把这两座山库拿下 配合正面的部队 一举拿下楼山关 明白明白 朱老总 那就我带着一营和二营 从正面阳攻 让三营跟着老伯爬悬崖 可以 一定要保护好老伯的安全 是 出发 走 我们走 太好了 我闭着你 我们走 走 走 你走 走 走 啊 走 林和明 娄山关我可交给你了 你可给我守好了 有任何闪失 我拿你试问 放心吧 旅长 这娄山关的防御 都是我亲自部署的 就凭共决那点兵力 他想从我娄山关越过去 简直是以卵击石 你这么说我还踏实点 你们师团啊 做好准备 随时增援六团 是 同学 命令异营 发动攻击 是 火力掩护 打 就这儿 爬上去以后 就有一条魔狗小路 黄老伯 谢谢你 我让战士们送你回去 我自己能回去 好吧 谢谢你了 走 你 救命 连长 这坡太陡了 我们还是绕过去吧 不行 时间来不及了 我们必须迅速地占领阵地 命令部队迅速隐蔽接近 有红军 兄弟们 放开 你干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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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办法绕上去 是 掩护 什么 你再说一遍 杜长华 我可告诉你 你少啰嗦 丢了楼山关 你就踢头雷剑 司令 自凡共军攻击楼山关 意在于夺取遵义 如果楼山关有失 遵义就无限可守了 我知道 那我也没有办法呀 三个团全在杜兆华的手上 尊义成只剩一个团了 我拿什么支援他呀 要不 就把煤团的第八团 打鼓心肠的第五团调上来 加上尊义的第一团一起增援 现在这个情形 只有请全力与共军一战了 马上命令驻守土城的 何之仲第一士 立刻回军攻击童子 减轻楼山关的压力 你们三位 带一五八三个团 立刻支援楼山关 然后 我带独立营留守遵义 你可这样可以吗 行吧行吧行吧 给五团八团发电报 命令他们今天晚上 务必赶到遵义城 明天一早支援楼山关 是 是 司令 马上向贺国光和老蒋 发求救电报吧 让他们派川军中阳军 南下攻击童子 抄袭共军的后路 同时 命令贵阳城里的薛岳 渡国武将 持援罪义 奶奶的 薛岳 你们认为薛岳会来遵义吗 薛岳不肯来救 贺国光老蒋会救 贺国光负责西南三省的搅供 老蒋负责全国的搅供 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 如果丢了遵义 贺国光没法向老蒋交代 道理是这个道理 行吧 你给蒋介石发电报 我给贺国光打电话 让他们必须要出兵 是 命令 一 重庆中央军 上官云香 讨孟岭所部 迅速南下齐江 松坎一线 向童子突击前进 持援前进 二 川南角总 郭勋齐 廖泽所部川军 迅速 向土城 东皇殿方向进军 抄袭童子后路 三 贵阳去祖部中央军 火速派兵 北渡乌江 持援遵义 注意安全 我得注意安全 小心 来 有 有 有 我得注意安全 有 宇云香 郝梦陵中央军的三个石 出了重庆 望齐江 松坎而来 我担心九军团 挡不住中央军的三个石啊 北面还有五军团呢 不要紧 我现在担心的是南面 吴七伟纵队 二十八日才能到遵义 我们要争取这个时间呢 二十六日要拿下娄山关 二十七日拿下遵义城 我们先对付王嘉丽的前军 然后才能腾出手脸 专心地对付吴七伟的中央军 告诉彭德怀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让他今天晚上 最迟明天上午 必须拿下娄山关 我到彭德怀那儿去看看去 这么多火炉 我到那儿去看看去 尼昂长 到 叫你拿下敌人的火力点 都这么长时间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待着呢 团长 你让火力太猛了 我们几次放进进攻 都没有成功 只要炮火激烂了 我们进攻 公主们 给我上 快 让旁边把跌到火里点都给我红了 快 快 快 给我上 楼山关的情况怎么样了 钟老总 我现在已经第三次冲锋了 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没打出来呀 马上要进行第四次冲锋了 老鹏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楼山关给我拿下 报告团长 红军的攻势太猛烈了 请求增援 请求增援 报告团长 一号阵地和二号阵地 已经被红军拿下了 什么 你一定要给我顶住 告诉兄弟们 只要守住阵地 没人上五块大洋 不过两烟图 你要是把阵地给我丢了 我要了你的脑袋 什么情况 小剑山丢了两块阵地 刘和民 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你不是说铜墙铁壁吗 你 你 旅长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丢到小剑山 王司令那儿我保不了你 旅长 我 旅长 丢的是小剑山最外围的两块阵地 离关口还远着呢 再说 我还有点剑山的重火力支援呢 就凭共军那点火力 他们要向宫下来 不可能 撤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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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剑市遭到第一个攻击 请救登远 请救登远 说什么 大剑市遭到第一个攻击 请救登远 说什么 大剑市遭到第一个攻击 请救登远 一切伤 孟师 hurt 大剑山施手了 什么 旅长 大剑山施手了 aksson 做什么 你们 你 带着你的营反扑大金山 如果躲不回来 你就不用回来了 是 你们两个集合部队 是 是 全体集合 刘和明 你到前县都镇 把小金山给我守住了 失去的阵地也给我躲回来 是 宋小军 到 你带领使团 在点金山和大金山一带步伐 随时准备增运 是 一群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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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长 敌人已经跑了 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在他们未发起反攻之前 我们迅速赶到点金山 你带你们连 在前方镇场 在我身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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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长 营长 敌人已经反扑过来了 多少人 大概有三个营从点津山过来 好机会啊 你 带你们连在左侧进行埋伏 注意啊 一定要听我的枪声为令 我们枪响了同时发起进攻 放心吧 九龄 跟我走 其他连 跟我走 快 快 快 打 好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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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走 走 出来着 走 别让他们跑了 是 同志们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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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坐 红军追上来了 给我顶不住啊 顶不住了 快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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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手足靠背 把头抬下来 有没有认识的 报告 有 这个人 我收的这个烟枪就是他的 小连长 把枪收起来 这位老爹 将官饶命啊 老爹 将官饶命啊 别害怕 我们红军优待俘虏 不会杀害你们的 前军弟兄们 你们都是穷人 我们红军也是穷人 红军打仗 就是为了能让穷人翻身 不再受欺负 只要你们不再跟着王家列干 我们一定会放了大家 老爹 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 好 长官 我愿意跟你们干 老爹 能完成任务吗 放心吧 长官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小尖山这几个火力点 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 闭着眼睛都能打下来 长官 好 就看你们的了 放心吧 长官 营长 营长 点击山蓝坡 有前军在活动 前军 继续侦查 是 廖连长 到 敌人的援军应该到了 你迅速带领九连到南坡 搞好阻击 为团主力争取时间 我随后支援你们 是 开始吧 是 长官 炮手就位 预备 放 zag 同志们 三营已经把点击山拿下了 给我冲 冲啊 冲啊 同志们 给我冲 折 走 喂 接团部 接团部 报告团长 红军向小尖山发动进攻了 什么 走 李营长 到 团长 这个阵地我们已经拿下来了 加固攻势 防止敌人反扑 是 快 怎么样 小尖山失守了 失守了 开围